玉利宝超记载 自从颁发玉利以来 丰都大帝慈悲开设 命众鬼族朗诵玉利内容 给鬼犯们听 应他们记闻 鬼犯们听闻后 都纷纷醒悟往昔所造诸恶 才有今天的苦报 同时感恩于丰都大帝 每位鬼犯都试称 此后到了阳间 只要不聋不瞎 稍微有点知识 有机会看到 或听到玉利内容的话 法师必定遵照 玉利所境界的去实行 彻底改过 同时奉行传播之指振 这时观音菩萨 也降临做了一番慈悲开示 鬼犯们发誓完毕 顿时采霞遍地 观世音菩萨降临 丰都大帝率同十殿炎君出殿 功力单阶 叩首顶礼 菩萨献出 浇灭鬼王的 仗六金身 法相庄严 功都大帝 及十殿炎君 应兼诸神所奏 是奉地藏王菩萨 大慈大悲的愿力 与意志 玉帝乃加恩颁发玉利 使世间的男女 曾犯恶行的 能知过忏悔 不再犯 则准欲赎去前罪 减免诸苦 所谓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正合此旨意 能如此做 我非常的欣慰 我闻说此玉利 要托付蛋吃 带回阳间传播 须知 众如是英 德如是果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因果报应的定律 即使诸佛如来 也是不能违逆的 其次 因果的报应 并非众医收医 众食收食 而是如同农夫的耕种 春天拨下一斗的种子 秋天收成一百斗骨子 因果的报偿 也是这样的 再说 因果的报应要成熟 还需借圆的力量 如同种子 必须借由日光 风 雨 土壤 季节等条件 因缘成熟后 方能开花结果 如果随顺恶习不改 就会如同稻子成熟 鼓励下种 再生新稻 循环牵连 圆圆相攀 自生出来的苦果 必定千百倍于 种一斗生一百斗的辟欲 其产生的苦报 实非辟欲 与一切算术所能尽数的 若能回心向善 诚恳改过 那么虽然曾经种下恶种子 但是因为缺乏成熟的因缘条件 恶果是不会成熟的 为善的因果 以及因缘条件的成熟 也是这样子的 胆吃 你要知道 现在你所记得地狱恶区苦处 不过是实情的万分之一 这无非是要令世人 举一反三 之所警惕 其实 世间上的人 有多少种恶行 地狱便有多少种 恶区苦处来对质 而暴力的快慢 端看缘之成熟与否 种种恶区苦处 完全随着世人的恶念 恶行而增建 以偿还世人 所造的善恶数值 总之 善恶福获 是循环相应的 世人造善得福 但因奢侈享福 不知节度 甚至介事而造恶 恶行则招惑 如此循环不停 若不求出离生死 终究无有了其 希望你劝导世间的男女 发菩提心 坚信奉行 殷勤的谱传玉力 进一步修正 无上的佛道 自度度他 使地狱见空 则此人 则此人终必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封都大地 及十殿严君诸神 闻菩萨教育 何掌归一 世间若有如道士 三教修持的人 翻译佛经真理 禅发妙意 诸解经典颤法 弘扬圣贤教化 利益众生报答四恩 救济众生苦难 则此人必定成就 人天师表 必定成佛 世间如有善男子 善女人 见闻玉力之后 能在行住坐卧之间 收摄妄念 发菩提心 炫化未来众生 让他们都能忏悔向道 不论人我 一切平等 广度众生 则此人必定成就 一切种智 必定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